跟拍抓爬手 曾毅哥反被当偷拍狼 想搜证抓贼 却被做贼的喊抓贼 桃源一名49岁的料姓曾毅哥 去年3月 在台北车站 遭30岁理性爬手 摸走口袋里一团卫生纸 之后他又在台北车站 看见对方行机诡异 立即报警 但警方表示 你证据难抓人 曾毅哥决定 花3900元 买眼镜型密露器 自行搜证抓贼 前天下午 曾毅哥在台北车站 尾随爬手上公车 拿出眼镜型密露器 准备搜证 却被爬手发现 指着他大喊 司机先生 这个男的在偷拍 说完立即逃逸 曾毅哥反被司机当成色狼 载到派出所 曾毅哥赶紧说明原委 警方半信半疑 最后发现 密露眼镜没有装记忆卡 才让他离开 司改惠昨天痛批 偷窃属刑事案 民众只要说明犯罪事实 警方就该受理查办 而非要求民众自行搜证 受理该案的警局回应 不会要求民众自行搜证 曾毅哥因是误解警方意思 动新闻台北报导